身把体谈 撕撕皮 一针进行看到底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中聊球 今天胖中跟个球兵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聊中国女排什么话题呢 就聊一下中国女排 我们知道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是吧 郎平他的接班人究竟是谁这个话题 那么不可否认 大家也都知道 在2020年的时候 郎平起初他跟中国女排我们的合同就已经结束了 理论上来讲呢 带完了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他就会正式的卸任 但是呢 由于奥运会的意外延期 也导致郎平他只能选择继续的把自己的合同续签到奥运会之后 那么只要带完了这一季奥运会之后 他就会选择退休了 因为毕竟也到了年纪了 那么郎平呢 也需要接下来面对着更多新的选择 谁将会成为郎平的继任者 这是广大球迷非常关心的 毕竟这只中国女排我们星光璀璨 谁能够合理的去加一只球队呢 很显然啊 目前大家有几个比较热门的人选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女排的助教安家杰 安家杰啊 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一直追随郎平 也算是跟郎平的战术体系一脉相传 如果说郎平卸任之后让安家杰上任的话 确实能够给这只球队整体的体系带来一个稳定性的延续 对吧 这算是或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说我们参考这样一点出发点的话 或许安家杰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毕竟我们通过这一次刚刚结束的女排世界联赛 也能够看出郎平在有意的提拔安家杰 很多的比赛在让安家杰单独的在场边去指挥 这就能够看出是一种向外界释放一种信号 这或许在有意的去磨练她了 那么起码从郎平这个角度出发的话 安家杰如果说能够成为她的继任者 这肯定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但是呢 也有很多球迷去诟病去质疑 认为安家杰首先她的气场看上去 是吧 她驾驭不了这只中国女排 而且呢 此前她单独带队的成绩也是比较糟糕 临场的指挥呢 可能比较混乱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球迷也是感觉到 安家杰她的气质 她的气场 还不足以成为这只中国女排的主要链 那么谁能够介入这只中国女排呢 又有球迷说了 陈忠和可以啊 毕竟中国女排 此前我们在女排世界联赛上 二队遭遇四连败的时期 陈忠和主动接受媒体采访 站出来发声 是吧 也是支援 并且给这只中国女排大气儿 他也表示中国女排的四连败 只是一个困难暂时性的 接下来中国女排会逐渐走上正轨 那么实时认为随后随着主力的回归中国女排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胜 非常的提振士气 能够看出陈忠和也在时时刻刻关心关注着这只中国女排 那么陈忠和能够顺利的回归吗 目前来看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胖周认为可能性有比较小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年纪比郎平还大 他比郎平还大三岁呢 这个时候呢 即使是想回来也有点力不从心的意思了 想要回来当中国女排的主角恋 目前看上去确实可能性比较低 除非回来挂职 是吧 当一个技术顾问 还有可能 但是呢 回来当主教练 确实啊 在这个年时已高的情况之下 陈忠和这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因此呢 综合来看 目前安家杰和陈忠和这两个人啊 要跟中国女排郎平接班人的这个位置 或许要说再见了 那么除去这两个人之外 还有谁能够去驾驭中国女排呢 或许在近日大家也能够听到一些声音 有一个人啊 浮出了水面 他或许会成为中国女排最佳的一个接班人的人权 谁呢 就是朱婷的恩师 王宝全 王宝全啊 作为目前天津女排的主要链 可以说目前这支中国女排中有非常多的球员 都是出自于天津女排的球队 包括了我们核心朱婷 是吧 包括姚迪啊 李盈盈 王媛媛 这些球员全都是出自于天津女排 如果说王宝全来带中国女排的话 或许可以很好的快速的让这支中国女排进入到正轨 这是他的一个先前优势 帮助中国女排再往上卖上一个新的台阶 没准也是更有帮助的 而且呢 王宝全在年龄层面 是吧 他要比郎平啊 比陈仲和这些人都要年轻 也是能够有更多的精力 可以去投入到中国女排的一个执教之中 这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王宝全此前他是一个身经百战 有着非常多 非常丰富的执教经验和履历在这 执教能力也是没得说 而且呢 他这个点如果说能够顺利的执教的话 这对于中国女排我们的教练组环节来说 起码咱不算是一个 是吧 掉档 起码是能够维持在一个和此前郎平差不多一个档次的一个水平之上 能够让中国女排未来我们继续保持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他也能够知人善任 对于朱婷 李莹莹这些人都能够更加的器重 对吧 也有利于中国女排未来我们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或许啊 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王宝全就有机会能够正式的上任 成为中国女排新一期的主教练 那么最终郎平的街外人是谁 那么我们也期待着最终我们中国排鞋以及体育总局能够为大家接受这个答案 我们也近乎加音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 我们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州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我听得问你 聊到修